大家好朋友们 给您请安问好了 这个 接着聊聊温家宝回忆母亲的文章啊 这个挺有意思 这里边有大量的信息啊 我一边读原文啊 一边给大家进行一定的解读啊 1937年的4月22号 日本侵略军啊 全面侵占华北的战争迫在眉睫 37年4月22号 决定修建临时飞机场 为向天津空运兵员和物资做准备 地址就选在宜兴府村的东南 就是他们老家里村的东南方向啊 当时许多农田被毁 许多的农民被抓去干活 使宜兴府又一次受到损害 七七卢沟桥事变 就过了两个多月嘛 修机场4月22号 然后卢沟桥就打起来了 七七卢沟桥事变 标志着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的开始 1937年2月至1938年的1月 父亲在宜兴府的示范小学 不是师范啊 但是有的示范的事是世界的事 他写成是士兵的事啊 这个名字不知道为什么叫这名字啊 示范 小学任教 这期间父亲和母亲恋爱结婚 那温家宝的母亲1921年出生的 那1937年2月的时候 他母亲也才16岁左右 我看一下啊 最早的 你看他母亲是1921年农历 10月14号生在天津的 那也就是杨历的杨历的12月左右 1921年 是吧 那1921年12月 那1937年2月的时候 那他妈 这个杨志云 温家宝的妈还没有16岁呢 才15岁 零俩月 15岁零俩月 就跟他爸爸就恋爱结婚了啊 那么1937年的 这我得记一下啊 15岁零俩月 这他早婚啊 这比我父母还早 这个我父母是16岁零10个月结的婚啊 因为我父母比温家宝的母亲要小个12岁左右啊 是1933年左右的生人啊 然后1938年4月父亲 就温家宝的父亲 考入国立啊 就是公办的啊 国立北京师范学院 后改为北京师范大学啊 北师大的温家宝的父亲啊 文史 文科 史地祖 后改为史地系 历史地理系啊 要不温家宝你看那个银送个师哥啊 这个唐诗送词 他有这基础 他们家文科的 那一年母亲生了第一个儿子 38年 38年时候他妈才16岁多 不到17岁啊 将近17岁就生孩子了啊 生了第一个儿子 爷爷啊 温家宝的爷爷给他起名叫光华 光复中华的意思 不幸仅活了一岁 因患肺炎而腰折 那会连个青霉素什么的都没有 中国就是落后啊 缺医少药啊 现在还是落后 对吧 1942年 温家宝他的出生啊 1942年的9月15号 农历的8月初六 母亲在国难中又生下了我 就是他们家 那会是国难吗 就是抗战期间吧 那么这中间啊 隔了四年 隔了四年又生了温家宝 温家宝是42年生的 42年 54年 66年 那应该是 属马的 属马的 紫属丑牛 银虎马兔 陈龙四生 对 应该是属马的啊 这个那温家宝今年有58加21也79周岁了 是吧 那他妈生温家宝的时候是21岁啊 农历的8月初六 爷爷心疼给我起名家宝 你头一个孩子嘛 光滑 说得有点大 死了 这回不敢叫那么大了 叫家宝 这是我们老温家的宝贝 小宝贝哈 人说这个汉语的宝贝 就是英语的boy 是吧 宝贝boy 这个汉语的闺女 就是英语的girl 女孩 girl 就是闺女 那一年啊 日寇啊 这个温家宝 都得正知正确啊 日寇 在华北大扫荡 金北一带 天津北一带 也成为他们清香 和实行三光政策的地方 十月的一天啊 那刚升下温家宝 一股日寇 刚出了满月啊 进入宜兴府 将全村老少 老小集中在村西南的广场 四周架起机枪 对着村民 威逼交出八路军 什么叫交出八路军啊 八路军他不穿军装 如果八路军穿军装 就不存在交出的问题了 就是因为他跟老百姓穿的一样 实际上他是藏在老百姓里 这个叫什么呀 叫御兵于民 民兵不叫御兵移民吗 实际上他就是化整为零 打游击 就像我们看的老电影 小兵张杆 平原游击队 敌后武功队 什么地道战地雷战 这八路军在很多时候 也包括那个三进山城 他都不穿军装 对吧 除了个别啊 比如说你搞侦查 你看那三进山城 你搞侦查 平常他们也不穿军装 有的时候 都是小股的 是吧 你这样老百姓就给卷入战争的程度比较深 母亲抱着刚出满月的我挤在人群中 惊恐万分 鬼子吼叫着 扬言不教人就开枪 长愿一片寂静 妈妈怕我哭闹 把我紧紧抱在怀里 你这一哭一闹 怕给日本人惹火了 给你孩子挑了拿此刀 那会有这种现象 日本人拿此刀三八大盖 啪 给小孩挑了 这个 我父亲那会儿抗战期间 在老家河北文安县 文安县 兴隆公乡 一个小村里 伪军 我们老家管伪军叫白博 就拿着三八大盖 应该还有日本人 日本兵 拿着此刀顶着我爸的胸口 问看见八路没有 八路在哪 其实八路就在我们家 或者是别人家藏着呢 我爸知道 但是我爸说不知道 后来回家之后 八路军说好小子 我给你包饺子吃 结果也没给包啊 等到我爸晚年了 后来我才问 我说到底八路军给你 说答应给你吃饺子 给没给啊 我爸说没有 八路军欠我们家一顿饺子 欠到现在了啊 在兵荒马乱中啊 这药铺开的也不安宁 伪军 国军 国民党啊 常来骚扰 那不是国民党军 不都退到大后方去了吗 这怎么又有国军啊 那证明国军是在敌后 有武装力量存在的 他们一样也抗日 是吧 我看过一个上海师范大学的 副教授 一个女的副教授 叫洪小夏写的论文 论国民党敌后战场 八年抗战 国军 共在敌后战场 投入兵力六百余万人 这个写的论文啊 有原始的资料 有出处 最高的年份 一百万出头 最少的年份 也有五十万 一天下午 妈妈正在屋里 靠着窗户的地方 用木盆 洗衣服 一只狗 握在外边窗下 妈妈并未看见啊 可能在他们家窗外 他妈不知道 突然来了一群伪军 这个开枪 把狗打死了 妈妈埋头洗衣服 没看见外面发生的一切 枪声把他吓呆了 老百姓哪见过这个呀 放下衣服 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被吓坏了 这个紧紧抱住 妈妈躲在他背后 这时只听到外边 一片狂笑声 估计那些人是杀了狗 自个吃去了啊 解馋去了 然后说 1948年的12月 平津战役 进入第二阶段 解放军攻打天津 国民党守军 为了空使清野 扫清社界 下令放火 烧毁了金北 70多个村庄的农舍 致使14万村民 毁屋丧家 一兴府被烧民房 200多间 爷爷全家住在西下坡 这平原上 他那个海拔也不一样 也有高有低 这个我们老家 那个也是有坡 有大低 有坡 这个我特别喜欢 如果都弄成跟城市 那小区似的 特别平的那种农村 就没意思了啊 房子全部被烧为灰烬 1926年办的示范小学 也被烧的荡然无存 老老家和他的小药铺 没有幸免 这个烧房子在天津 这事我知道 主要是怕解放军 进攻的时候吧 他的利用那座掩护 接近你 所以就把很多房子 给烧了 烧了之后 你这机枪扫射的时候 比较方便吧 结果 打天津 好像29个小时 就打进去了 当时国民党兵 也不想打了 所以他战斗力也不行了 29个小时 就占领天津了 后来傅作义 一看不行 这才投降了 姥姥家的小药铺 也没有幸免 爷爷他们家 爷爷也全烧了 他姥姥家的小药铺 也没幸免 看来温家宝的 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 都是一个村的 都是一星府这村的人 已是年过半百的姥姥 随村民仓皇逃难 把身上 在路上 把身上带的一点积蓄 也全部丢失了 有点钱呀 什么的丢了 看着多年经营的 小药铺没了 家没了 又身无分文 今后的日子怎么过 他悲痛欲绝 痛苦不多日 一病不起 于1949年 逝世 终年51岁 实际上他老了 也不能完全说是 国民党给害死的 应该是死于内战 是吧 内战又是谁发动的呢 对吧 最起码共产党 国民党 说的轻一点 也是各打五十大板 都有责任 打内战是不得人心的 是吧 也是邪恶的 也是不值得歌颂的 是 是 感谢观看